今天我們要請 跟我們講一下請 非常謝謝大家對我們衛生局 防疫人員的這個關心 那在這裡說簡單說明一下 那這個疫情開始以來 已經一年 那我們防疫人員 疾管科的同仁真的是非常認真 那我們做疫調以外協助採檢 那這個工作是相當忙碌 那難免就會有一些身體上的不適 不過大部分都跟疫情無關 那最近大家媒體上所披露的 這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這一次 不逃的事件失蹤 我們對這個居家隔離的定義 有擴大 以前是說對人有接觸 有親密接觸我們來 那這一次我們就框了 對這個環境有接觸 我們也框進來 所以我們是擴大框了一位 那框了一位 那我們也給他做一個居隔的單子 他沒有症狀 那也採檢兩次 多陰性 那另外有一位 因為他有其他的疾病發燒 那我們也緊張 也給他 讓他再加自主健康管理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也很謹慎 也給他採檢 也採檢兩次 兩次都陰性 所以事情就這樣 那我們昨天的這個環境的消毒 是例行性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自主 一個公共區域裡面 我們還是擴大 那其實不是第一次 我們前幾次都有 所以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 讓大家擔心 而且關心 大家非常抱歉 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以上說明 請問一下 這目前被隔離的人 他們有沒有接觸過確診者 沒有 他只是說疫調的時候 在布桃的環境裡面接觸 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知道 目前布桃不是有 這關懷專案嗎 他們從布桃出院的病人 我們都有兩百多 本來列了一千多個 現在改了兩百多個 我們列入居家隔離 類似這樣 就是他從布桃出來 我們就給他關懷14天 事實上類似關懷 他沒什麼症狀 那每一次的地形性消毒 都會把裡面清空 大家出來等嗎 其實是這樣 本來地形性消毒 大家沒看到是因為 我們都是清晨 還沒上班的時候 或者是下班很晚 那最近我們幾乎沒有辦法 有下班的時間 所以只好我想一想 就出來中午休息出來一下 就讓大家看到 事實上如果隔壁這棟大樓 他們是七點以前會消毒 八點以後會消毒 因為沒有辦公 那我們這棟大樓是 24小時都有人在辦公 所以我沒有辦法 現在是很辛苦 所以才會讓大家看到 大家關心 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他們醫療是相對的一些風險 那他們平常在醫療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好 醫療風險只是我們 幾乎我們說的醫療是用電話 用視訊 那偶爾會到病房 或者是醫院的地方 但是也是用電話 不會直接接觸 那所以這個接觸的 人跟人的接觸是比較不太可能 那對環境的接觸可能有 因為你可能會碰到接觸者的接觸 就是說醫療 你現在對這個醫療 他旁邊這個醫護人員 可能也是接觸者 結果過了一陣子 他也有可能會得病 那我們跟他實在是沒有什麼 我們是提高的一個規格 來做一個 也不能講居隔 提高規格來做一個 自主健康管理的這個意思 那我們讓他一個請假 那有時候用公假給他 讓他在家休息 想問一下你剛剛說 他們都沒有接觸過患者 那為什麼這些人會有居家隔離 跟自主健康管理的區別呢 一個是自主健康管理 大概就是間接的接觸環境 就間接的 我們居隔只有一位 居隔只有一位 他是很明顯在這個紅區 在富桃的紅區裡面有待過 那我們時間也久一點 我們就給他居隔 事實上他都沒有症狀 再次說明他都沒症狀 而且兩次採檢都陰 隔了一個禮拜 所以都陰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我想可以確認一下 現在是兩個有症狀 一個沒症狀對不對 他兩個有症狀 他們的 沒有 我沒有說兩個有症狀 我說只有一個 發燒是症狀 不過他有其他原因的發燒 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病人隱私不能講 就不是很難感到 對對對對 我們看見這是來自桃園衛生局 最新的說明強調 這三位醫療人員 他們在二採都是陰性的 而且工作上採用視訊 其實只有一個人到過了醫院的紅區 他也沒有明確的症狀 是 那